8月18日上午10时,恒清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仪式在恒清口岸旅检大楼出进大厅举行,来自粤澳两地的各界人士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。 下午3时,恒清口岸新旅检区域正式开通,并迎来口岸的第一批旅客。 当天下午,在口岸正式开通前,口岸外围等待通关的内地旅客已经大排长龙,来自珠海的交流考察团更是早早整装待发。 而在二楼的澳门到达区域,来自澳门的第一批通关旅客也很快出现,无论是自助通道还是人工通道,澳门旅客都可以在一条通道内短时间完成两次通关手续,迅速通关。 这样的便捷性得益于恒清口岸软件的大幅提升,合作查验,一次放行的新型通关模式,让旅客只需排一次队就可完成出入境手续,通关时间从原来的约半小时缩短为30秒。 我觉得两地一锦的模式对于今后居民过关,包括游客的过关都非常有推动作用。 原来我们从拱北口岸过关,人多的时候人山人海,还有分流。 现在这个口岸过关以后,下车以后到关口过关的顺序都非常有秩序,而且整个过关的流程非常简单,大大便利了我们市民和居民的过关。 在恒清口岸,约澳双方的工作人员同在一座大楼,共用设施设备。 在数年时间的建设过程中,双方人员齐心协力,逐步解决了两地法治、工程、管理和技术差异所带来的问题,确保了新口岸顺利开通。 而在各项硬件设施上,恒清口岸也有很多亮点。 这套系统是我们恒清口岸这边边检给大家推出来的最新的一套,也是全国首创的一套智能排队后检系统。 最简单的就是直通模式。 这是针对客流情况比较少的情况之下,旅客可以执行穿过这条通道。 当旅客增长到一定程度,那么我们可以进行第二种模式的变换。 就是切换一个蛇形。 可以看到,这边最前面的一排进行了变换,那么旅客进入通道就需要进行一段距离的绕行。 据了解,新的恒清口岸被誉为超级口岸,是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项目,有望成为继拱贝口岸之后,粤港澳大湾区的又移超级通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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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